三高人群在Costco的食品推荐 大家好,我是老院 那前一段有粉丝问我 三高人群在Costco有什么食品可以推荐 那其实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是三种慢性疾病 重要的不是他们本身 而是三高会让人体的血管阻塞 血液流动的不顺畅 从而引发脑中风,心血管疾病 患心脏病的概率呢,也比较大 现在呢,三高的人特别多 在中老年啊,是常见的问题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三高人群在Costco里有什么食品推荐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点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的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那三高人群啊,它的饮食原则呢 一定要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维 均衡饮食,低碳水,控制精加工食品 每天啊,要严格控制涉足的热量 适量的水果,坚果和天然食物 不喝含糖饮料 每天呢,至少要运动30分钟以上 其实你发现你做到这些点呢 不光是你的三高指标会得到控制 而且你的体重呢,也会下降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身材 我们说低碳水,并不是要完全避免碳水 因为碳水对人体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早餐和午餐 还是要适当的吃一些碳水 那你像啊,这款燕麦就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它是有机的,非转基因的 然后还是不含草根林的 另外呢,它是发芽的 发芽的燕麦更容易消化 富含有益的酶和营养物质 特别适合做早餐 可以配上牛奶啊,水果啊,坚果啊,蜂姜啊 特别健康,而且容易消化 它这个还特别强调是可追溯的有机食品 可以追溯到农户 那大家知道啊,配料表越干净它越健康 添加剂越少呢,越健康 它这个呢,就没有配料表 就是百分之百的纯燕麦 我们来看看它的营养成分 我们早餐如果吃一份 也就是52克,就是一两啊 它的热量啊,一共是200卡 其中呢,有3.5克的脂肪 有34克的总碳水 其中呢,有6克是纤维 还有7克的蛋白质 还有28毫克的钙 2毫克的铁 和223毫克的钾 而且下面还有一行啊 它右边的这个百分比呢 是说,如果一个人一天 按摄入2000卡路里的热量 那它这个所占的比例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的燕麦 几乎是最好的燕麦啊 它这个呢,是5磅 卖10个美元 它这个唯一的问题呢 它不是你泡了水 它就能吃的泡了牛奶 而是要加了水以后呢 熬一下,大概8到10分钟吧 那有人可能会说啊 每天早上吃一份 只是一两 52克嘛 那有点不薄怎么办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解决的方案 就是加一点奇亚籽 这一款呢 它还是有机的 奇亚籽对三高人群 酸性体质 有炎症的人群啊 都特别好 那现在啊 有些医生都会推荐 用奇亚籽来代替主食 是减脂减重人群的首选 它的含糖量啊 非常的低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最重要的呢 它还有非常强烈的饱腹感 吃法呢 非常简单 不蒸不煮 只要在水里啊 或牛奶里泡30分钟就可以了 和刚才我推荐的那个燕麦在一起呢 就是在熬燕麦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 它这个每个单位啊 就是30克里呢 是有150卡路里的热量 其中脂肪呢 只占9克 总碳水呢 是13克 其中纤维啊 就有10克 另外还有5克的蛋白质 189毫克的钙 和2.32毫克的铁 和122毫克的钾 所以早餐呢 你就用燕麦 搭配上奇亚籽 加在一起吃了不到2两的东西 但是呢 绝对会饱了 这个时候再来一个煮鸡蛋 或者呢 你做点酱牛肉 早上切点补充点蛋白质 这个就足够了 我个人觉得啊 一个礼拜 至少有两三天这么吃 是非常好的 我们说低碳水啊 很重要的一点 是要减少大米啊 白面啊 这些精细粮食的这个量 而要增加一些糙米啊 燕麦的量 Costco里呢 也有糙米卖 这个呢 还是有机的 它是卖16美元 这是12磅 也这每磅呢 就是1.33美元 糙米呢 有一个好处 它就是可以快速吸附啊 纸质食物 你像它这个啊 每个单位 就是45克呢 里面总碳水 是34克 其中呢 纤维呢 是1克 然后脂肪呢 那是1.5克 这个糙米啊 肯定没有大米来的好吃 你至少可以用啊 糙米和大米混合在一起 不管是熬粥啊 不管是吃米饭 这样的话呢 会好很多 那三高人群啊 绝对要控制脂肪的摄入 不好的脂肪呢 包括这个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尽量要避免 好的脂肪啊 也是要控制量 比如说这个油 好的油呢 像橄榄油 我们每天也不能超过30克 肉类啊 尽量以鱼虾为主 那去皮的鸡肉 鸭肉啊 也可以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深海鱼 像三文鱼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第二呢 也要严格控制这个糖的摄入 包括一些 升糖指数非常高的食品啊 虽然说它不叫糖 比如说啊 麦芽糖糊精 它的升糖指数呢 几乎是最高的 另外呢 还要控制盐的量 过量的盐 会让血压升高 增加肾脏的负担 每天盐的量啊 尽量在5克之内 那三高人群可以吃什么 或者说多吃一些什么的 富含膳食纤维的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第一类啊 就是绿叶菜啊 菌菇类啊 这些高纤维的蔬菜 第二类呢 就是水果 尤其是升糖指数 比较低的这些水果 像苹果啊 桃子啊 梨啊 樱桃啊 柚子啊 橙子啊 但是每天呢 也要控制量 最好啊 一天不超过一个拳头 多这么多的水果 那刚才说的这些水果呢 在Costco里呢 都有卖的 那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尽量啊 吃硬剂的水果 不要反季节啊 第三呢 就是坚果 坚果要控制量 你比如说开心果吧 一天别超过15克 而且呢 最好是原味的 不要那种 盐啊 或者糖的 那早餐啊 很多人爱吃面包 其实在Costco呢 有很多种面包 但是大多数啊 并不适合 三高人群的人来吃 最好呢 是选这种全卖的 而且呢 是热量比较低的面包 Costco的面包呢 没有什么好推荐的 毕竟呢 它不是天然的食品 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 精加工的食品啊 所以早餐呢 要尽量减少吃面包的次数 可以吃一些红薯 玉米啊 这些食品 Costco里卖的蔬菜呢 种类有限 而且包装都比较大 大家呢 尽量挑选那种绿叶菜 菌菇类啊 也是不错的 绿叶菜呢 你像菠菜 Costco都是有的 它呢 就含有很多的假的元素 那假元素呢 就是钠的天敌 当然了 买了这些绿叶菜以后呢 回去烹饪的方法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尽量减少炒的次数 就是要减少油的用量 Costco还有很多这种 绿色的沙拉 这个呢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是有机的 大家如果喜欢吃啊 可以多吃一些 这个胡萝卜 也是非常推荐的 你像Costco这个呢 是有机的 它这一大袋 才5块6美元 胡萝卜纤维含量很高啊 如果你刚吃完 含糖量很高的 比如说冰激凌啊 蛋糕啊就马上吃胡萝卜 它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要注意啊 不要吃胡萝卜汁 打了汁以后啊 就破坏了它的纤维 而且它的含糖量呢 也会上去了 Costco里的水果种类 也是不少的 有一些呢 也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讲了很多啊 那还有呢 像梅果类 也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梅果呢 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而且呢 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高 所以呢 可以抗氧化 预防血管拴塞的形成 帮助血流通畅 你像Costco里的这种 树莓啊 蓝莓啊 还有这种黑莓啊 都非常多 非常好啊 如果你特别在意 你的这个三高水平 就选那些有机的来买 另外呢 牛油果也是非常好的 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 还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是有极强的抗血栓的效果 牛油果啊 就是热量较高 所以呢 要控制量 每天呢 吃一半就可以了啊 水果需要注意的就是 含糖量高的 要少吃 比如说西瓜啊 这个夏天的时候 晚上绝对不能吃西瓜 那三高人群啊 好的蛋白质 特别是好的肉类蛋白啊 也是非常需要的 在中午饭啊 晚饭啊 都是要吃一些的 我刚才也讲了 鱼虾为主 特别是Costco 有很多深海的鱼 非常好啊 而且呢 Costco的有机的鸡腿 和鸡翅都特别便宜 鸡腿啊 两个美元一磅 超级便宜啊 把皮去掉 中午和晚上吃都可以 而且Costco的牛肉呢 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在Costco里有很多品质 非常好的牛肉 我原来也做过专门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适当的吃 对身体非常好 富含蛋白质 但是经加工后的这个肉类 要少吃 因为经加工的过程呢 肯定要加很多的盐啊 很多的添加剂啊 这些呢 都是不好的 Costco这种啊 野生的大西洋的雪鱼 也是非常推荐的 EPA和DHA的含量啊 都非常的高 其实这款沙丁鱼的罐头 也是非常好的 它就是野生捕获的沙丁鱼 放在百分之百的橄榄油里面 每个单位里的 还有1700毫克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也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它可以啊 恢复血管的弹性 舒张血管 降血脂 抗击糖尿病 抗击心血管疾病 还可以抑制炎症 那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飘零含量也比较高 所以痛风的患者要少吃 其实坚果对三高人群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坚果啊 富含天然油脂 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坏胆骨醇 提升好胆骨醇 对于维持血管健康啊 非常有帮助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避免深加工啊 尽量吃原味的 不要吃含盐或者含糖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每天要控制吃肉的量 而且Cosco啊 有很多自由品牌的坚果 质量都非常高啊 你像这个大杏仁 这个呢 就是原味的 你看后面呢 没有额外添加的糖 也没有盐 所以这种呢 就非常健康 一天吃个几粒 是非常好的 你像开心果啊 一天不超过15克 那像这一袋呢 就是基本上要需要 90天给它吃完就可以 那三高初期啊 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 对人体啊 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 所以很难呢 被人察觉 特别容易被人忽略啊 它潜在的这个危害 不管有没有症状 一定要重视起来 大家都知道啊 在疫情期间 有基础病的人呢 患新冠的概率就比较高 而且重症的比例啊 也比较高 最后啊 大家都用一个好的健康的习惯 定期体检 定时测量血压 血糖和血脂的这个数据 控制好体重 均衡饮食 每天呢 还要有一定的运动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能远离三高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